主持人 主持人 明樂真厚 現在游馆這個仙十嶺 我們現在繼續來和我們分析這個第五 這個第五叫做無灘 無灘是什麼 因為這個無灘有什麼是仙 也就是一種的心理 譬如說我們今天 當時有想要修行學佛 對於世間的名利、情愛、物質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看法 甚至內心要繼續 不可以說今天要改團 對世間的東西也很貪重 在書書論語篇裡面的名書說這樣 不可以說虛也賣、貪獎也賣 因為如果你要注重一項 絕對要確實一項 既然內心有想要改團 當然這個內心一定要建在那個無燈 不可以說今天這樣無沙沙 對世間書這樣不可以去 而貪寫世間的這個東西 如果這樣就不對了 所以無沙沙不但自己一定要對世俗提供 甚至有時候世間的財 有需要我們寫的時候 我們也要寫這樣 因為這是無沙沙 我們可以了解一下 無沙沙建立這個什麼呢 它連襟就是這個見 見就是開口 見就是開口 不開口叫做見 那麼來錢 Chel 不改處 這個法已經建立 當中情人需要改造的時候 我們不能彈彈彈 當中情水準因緣之後 他要了解這個佛法 我們就去教育 實質教育教育 那麼今天在個禁止方面 法規方面 你如果說應解釋 去試釋 去保持 這個就是定義六佛陸中的保持性 這樣叫做無貪 來 第二就是無親 因為親義就是 如果有親的人對心心就比較痛苦 因為萬一事情都看不順 那人看不順 這樣來呢 當然親人心就變這樣 但是實質上有在受性學復的人 注意記好喔 因為他可以建立這個平靈心 相信如果對他有些不對 但是有哪會量解他 不但會量解他呢 甚至有哪會感受 譬如說這樣他就不對 就來想辦法看他來給他扣扣 這個就是無親人心的人 他可以整個心平起合 但是如果他不能心平起合呢 那麼這個當然就不能說 他這個善念上的一種無親的形 注意今天一定要了解喔 如果我們在世間裡面有很多事情 本來就十項有八九項不如意 如果有這個不如意的環境發生 絕對不能萬天有人心 因為這個國人有名文 國人呢有這個正世音 金星躲在 齁 所以不需要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就是親現心生起來 但是仙心所裡面的人呢 就是無親啦 無親現心 來呢 現在又來給他了解 齁 就是這個無親啦 這個親 就是無親無名的意思 齁 齁 但是如果如果是無親無名 這個人 他生中 他可以做事 做人 他就沒實際 為什麼呢 他到底什麼叫做健康 什麼叫做無健康 就是他的死肥不變 死肥不變 這個人就真是真是無親啦 但是這個無親呢 是什麼 無親就是明屬力 比如說這個世間有些事情啊 當然有些事情的起始有一個關猶 所以無親的人是明屬力的煎熬 譬如說主委 你就有時候說要學佛人 當然你的目的是要解脫 但是你不能救急元喔 為什麼救急元呢 那個不能輸給你解脫的 你把它當作會解脫 齁 齁 那這樣就是我十不平屬力 你今天一定要了解 堆落的主要 原因是在這裡 就是這裡 當然是我們人的種色 沒有生情嘛 就是我們人的種色 裡面有那個惡青寺 今天不可以堆落 還有那個對善惡 那個叫優勞 有對胎的這個善 當然他不可以得到福佛 所以福佛如果是真了就對了 善惡呢 一定會真嘛 但是惡佛如果是真 他就提醒 這些都是六道素性輪迴的主要原因 但是這個無親的人呢 他一定會了解 屬力的煎熬 所以他剛才說的這個 解脫的是這個 這個佛法中有一個代消性 有一個政法、社法 這樣 這個如果是無親的人呢 有貴婦的人 叫做無親嘛 那麼他就知道這個 以上所說的這個煎熬力 還有代消性 還有政法、社法、政力、社力 他都可以了解 齁 所以他剛才說的這個 這個叫無貴、無親、無妻 這個就是三善金 佛法中呢 這個三善金 有哪是由心理建設起來 如果今天我們建設不好 這個三善金沒有補足了 那麼當然會做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會依然到這個貪欲、親為 以及無親 那這樣來呢 這個叫做什麼呢 叫做三善金 但是在這個善金裡面 這個十善金 它不是叫做三善金 它是叫做三善金 因為他已經無貪欲、無親為 以及無這個無親、無名 這樣叫做三善金 但是今天我們如果這個三善金建立無好生 那麼我們就可以建設慶安 所以呢 這個特別 先十善金 這個特別叫做慶安 慶安是什麼 就是慶快安禄 因為可以建設慶快安禄 當然這個心 先順到這個正道裡面的建立起來 這個心 如果是慶安 建立無好生 當然這個心就主宰 心如果建立無好生 當然就不主宰 為什麼不主宰 因為貪獨世間書 有敵、有失 他的心就產生煩惱 所以不許在那個孤禄中在搭轉 那這樣怎麼會有一個慶安 所以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跟母親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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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樣比較有可能 擺脫到這個世上的一個煩惱的档打 這個就是由擺脫世上的這個貪禄後 才能夠在到這個慶安 但是這種的境界 主委 這種境界已經提醒來緩緩了 那麼今天呢 比較有可能 再進一步 來成就這個 改革佩地的生意 齁 齁 因為你世上的書 如果牌不去 當然你是慶安 當然你是慶安 就不可以慶安自在 齁 不可以慶安自在 你今天事前 有去聽經文法 但是今天你聽聽 明天才都不記得了 齁 齁 因為你的世上 世間書座啊 齁 煩情座 努力所變成努力不來嘛 但是你若是世上有減 你就慶安自在 我們要來建立普遍的生意 這樣就比較好建立 齁 齁 所以今天 我再給你們說明一下 你能夠慶安 一定要勝地獄 齁 齁 勝華雄 可以慶良最好 譬如說今天 我們的勝華 多少就夠了 啊這個 吃頭路 就已經很單純 單純 這樣就過了 你就不用再想太多 因為 直接被休息的聖班回來 你何堂來建立普遍啦 這樣就是 勝華雄 你一定要地獄 和慶時運用 齁 心主人慶安 所以有一種的心境 你來建立普遍之後 將來更可以 成立這個重大的職業 做一個大乡菩薩道 鋼俗的這個理人的這個俗力 齁 那這樣呢 佛道的這個道 比較棒 讓你做到一個道去 如果你一項 物資相要買 一項 你還說我將來要成立 這樣我看神麥 這樣亡心比較好 只要給你 四十八 你就亡心了 齁 你要再建立社會 所以這個慶安 就是選擇 他的一種心理就對了 齁 這個也叫做主宰啦 慶安就主宰 來 現在這個地獄 叫做佛奉業 佛奉業 佛奉業 佛奉業就是心理 佛奉業就是 沒有行動的意思 那麼我們人 如果是他貪心事 整個中間的都用這三項問題來做為心事主體 所以我們這樣想看看 當然你既然心度 佛奉業 和身為 武器 當然你自己的心度 的行動 因為你都會 對這個 物資相去探求嘛 去對著社會 那麼社會去對著 他們的兩項 第一就是為著名 第二就是為著你 因為名和你 自然你為著要達成目的 會做很多奧獄 希望主委 要佛奉業 佛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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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說 身上沒有規律 要說人 就要說人 要賠償人 就要賠償人 就要賠償人 要賠償人 就要賠償人 但是這個主要是什麼 為著個人的利益 這是做無量欠 這就是所謂奉業的一部分 但是今天這個基人有想說 要進修 這個佛奉 當然在這個進修方便 最後有哪有哪有哪有 你知道嗎 他們的很多人 雖然說 掛名是修奉學佛 是三部地主 但是他們還沒精神 有哪隻無所屬屬 這樣空空過一 主委 這樣是不對的 你如果今天又這樣 雖然你沒去精明 但是你對這個這樣 還沒精神 爛爛舌 啊 自從這個生命死 跟他農匪呢 那你買怎麼用性子 出生的性子 齁 所以這個佛奉業 就是說不要奉動啦 齁 不要奉動 就是自己 我們要勤勉 精神這樣 記得齁齁 來 現在來呢 這條叫做行善 第十條叫做行善 什麼叫做行善 因為這個行善就是 剪得的行善啦 剪得的行善喔 這個善就是善氣 是怎麼善善的行善 叫善氣呢 是什麼意思 因為這個善氣 就是善氣 五靈之心 譬如說今天我就有一點 有一點點選擇 我做得起來 百人做不起來 我就做得起來 那麼自己做得起來 不能接著 齁 如果如果是 再參加說今天我做得起來 那這個心裡 那個伯伯呢 主委 這個對本身來講 也是不重要 齁 那我心裡已經不去放鬆了 就是不去放鬆 當然這個心境 是真好啊 但是不可以接著 這個心境已經提醒了 但是不免得自己接著 所以這個不接著 就叫做不嚇 齁 不接著就叫做嚇 但是接著就叫做不嚇 自己本身有一點能力 可以來成就 但是這個能力的成就 我跟我們講 如果還有很多比上不足 跟比下優異的 主委 是不是這樣呢 人家說比百人更厲害 不然還有很多人比我們更厲害 算是這樣 所以這個學武之境 不能直接接著 就說我今天就是 完全會起來了 這樣不對 齁 所以這個形象呢 就是說我今天建立起來了 我一定要學校 下去到這個觀念上的一種 這樣 但是今天呢 我們跟我們講一個比較少 世間有兩種人 有兩種的毛病 受興有兩種的毛病 一種人是他不僅受興 齁 為什麼呢 他要農流連 要這樣 貪欲世間的這宿 只是這無所事 是這樣 他不僅受興 第二呢 就是有些人受興的人 他還接著很多 其實這一切法還是延期法 佛道是因為中生的毛病 所以比較感到很多法文 齁 大愷說一說 叫做八萬四千發問 啊 今天我們來集一項發問 注意 這個就不對了 齁 齁 我們了解齁 總是我們要不惜正前提醒自己 提醒自己 提醒自己是要怎麼提醒 從這個主修提醒到這個理他 這個菩薩德嘛 要怎麼理他 當然一定要一路來警告 去實質的休息 實質的探討 齁 還有這個三學的優學位 在這個改定規來 好好正前 但是正前都不能夠十一番 十一番不對啊 十一番 其他的你又不敢 因為這個八萬四千發問中 有這個小法 人法 天法 和大神的菩薩法 以及最上神的佛道 啊 你集一個法 這樣當然你當時還可以來 達告的佛法上 會做高級見完完的 就是這個五尿道路三妙三佛鐵 齁 齁 所以這個修改 來就定 來就悔嘛 悔是要做什麼 悔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實質 還要建立離他的實質啊 所以你沒有悔 要怎麼建立中性 想看看 所以呢 在這個精進上 一定要下起到這個精進 一日要起立 不當時接著 齁 有夠那個程度 也不能接著呢 你知道齁 因為空性立體裡面 本來就不生不滅 無生無減 齁 齁 齁 所以你如果是沒有生氣 接著 是不可能成就佛道 什麼叫佛道 當然是立法 齁 齁 齁 啊你集消化 你怎麼有可能立法 因為你集消化 就是無敵無負擁 哪有可能 大家立法立法立法 來世間 因為立法的這個 最最最多 是一定要度重生 啊你一個時候 你怎麼有辦法 去度重生 齁 齁 所以這個進修佛道的這個公圈啊 你有特教 但是又可以接著 這個五上 人上 眾生上 修佳上 還可以接著 積生上 未俗法的這個集中 這樣比較叫做 行善啦 因為這句話 就下的金公經裡面 齁 齁 齁 不可以自法修身啊 不可以自六丁經上修身 齁 如果自法修身 到自六丁經上修身 這樣是不可以十九萬萬的 這個空性是你 齁 齁 所以這個叫做在先的方便 啊 先十月中間叫做行善 那麼來 我們再來看 這個叫十月 十月是什麼 十月叫做佛海 佛海呢 佛海呢 就是說我沒有去做到海 到重生的事 佛山沒有去做到海 重生的事 但是也沒有去 腦亂中生 齁 齁 絕對沒有做那個事 讓我們的對象 來產生很多痛苦 讓中生痛苦 齁 齁 這個叫做佛海 注意今天這個世間人齁齁 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幸福 但是呢 個人的幸福 都建立在哪裡 都建立在白人的痛苦裡 這個叫做海 這樣 我們可以建立重生的快樂 但是 自己受過悉心 甚至大悉心的感恩 齁 齁 所以今天 那些修行學福的心中 絕對沒有去做到孫人禮祭的事 生害的白人來禮在自己 就是說 連那個 生害白人的心 它就不會生起來 就好喔 這是更是真真正正的佛道的地主 當時呢 主委 一定要建立彼天明神的心 今天這個 這個大神菩薩道 它是建立大祖 大鼻呢 對不對 更來救度中心啊 那麼今天 我們基人有心學佛 因為學佛的基本重機是建立的菩薩道救度中心嘛 所以 有這個彼天明神的心 當然要好好告得中心 因得中心上修善敵 這樣比較有可能解決 那麼你要去教育中心 當然要犧牲自己 這個犧牲自己 就是這個菩薩的心情啊 菩薩的心情就是大鼻大鼻嘛 所以今天呢 這個善心所要達到這個基地 一定要好好告育中心 建立自己的地形 絕對不會去生害白人 甚至還對中心悠悠 這樣來度中心 這樣才是真人真正的大鼻大 哦 我們知道齁 這個這樣起來 剛才十一條 這個在威脅下裡的人呢 就是屬於神經祭 肚現的這個心事動量 那麼十一條神經祭 如果我們能夠發揚 不但能夠來理起 有哪能夠來實質利益中心 如果今天我們信 信那個有得性的人 信後還有實質 又信那個有靈力的 齁 這是坎人教第一條的信仰嗎 來 信後還有一個正信心 因為今天信信就是信正反嘛 那麼信正反 你不能夠像一個勤迫的信仰 一定要順著來警告去正信 這樣呢 還有一個選擇的行程 齁 還有選擇的行程 還有選擇的行程 還在社區的個人 這種靈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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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呢 就是普體之道 就是真正真正 特教的主角的性德 主委 如果這幾項大事可以完辦 你會內心主前勤安主在 齁 再來呢 如果是無貪 齁 齁 這個呢 無貪妖 無情委 這個定義就是三善金啊 如果是無貪 無親 當然不會去老 亂到重生 是不是這樣 啊 如果是無貪 就去害到重生 有親信 就去含重生 完結 還會消磨 這樣就亂到重生了 齁 所以無貪無親 無癡 主主前前 不去老 亂到重生 要完成 這個什麼呢 完成的 這個不害的神信 就是無去損害重生 齁 這樣主主前前 會含所有的重生 這樣重生快樂 所以這個呢 就是代儒代彼的 這個既善大敵啊 也就是 完生佛道的 這種根本善敵啊 齁 我這樣說呢 相信主委 聽得清楚更對 齁 所以這個就是 十一個神信所 這個就是有那附帶 在這個八色神網裡面 這個神經濟的問題 那麼來呢 我們要來跟我們說明 就是這個什麼呢 金本煩惱了 金本煩惱呢 這個剛才大部分的 這個內容 剛才含社會呢 含這個 這個 這個神信所呢 相對的 譬如說神信所裡面 有說到無親無癡嗎 齁 還有這個無癡嗎 但是這個 這個金本煩惱 就有說到癡神癡 萬愈 跟這個惡劍啦 齁 這個我們就再給我們 真相細細明一下 金本煩惱 6 3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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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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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9 另外呢 性就是什麼 文字就是這個無名 所以這個六條叫做金本的無名 金本無名 這個六條叫做金本無名 但是在這個法語上 它是跟我們寫這個叫金本煩惱 好 金本煩惱呢 是什麼 我們現在來給我們寫明這個 這個金本煩惱就是妖倫心心的一種主要心理 他們的貪也是心理 親也是心理 母親也是心理呢 疑跟五萬跟萬的位跟惡件 這些都是心理 他們有貪的感動 主位就有其他的心思 因為貪不來就感受歡喜 貪不來感受就惡 惡就起情人心了 自己的本頂比別人更差 就起出一種疾 但是比別人更猶惱 就起出一種狡猾 這總是心理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對這個貪來 先給我們寫明這個 這個貪就是貪得 貪得 貪得是啥 就是對於這個世間的生活物質 先做一種的貪促 和占有的心理 因為今天有人這樣說 說世間只有兩種人 一種是貪債 一種是貪命 齁 這世間繁複的心是這樣 那麼有另外一種出世的一種受行者 這個如果有起出一種的貪 叫做什麼?出世繁複 出世繁複是他貪天上的福佈 齁 這種種叫做貪 但是另外一種不明 你的人更驚訝不明 他也要愛世的福佈 還要說將來死之後 再再買解脱 主委啊 這實在是賣中賣啦 齁 我有說過呢 虛跟貪獎 兩者不高的欠 他就愛這方就放去那方 這是一定的 絕對不能說 你世的名字也要買 齁 你如果想說將來要解脱 我告訴你 沒啦 沒那麼好康 齁 齁 因為你貪出世繁複的名字 你絕對做貪嘛 啊 做貪 將來一定會貪掉啊 這是一定的 如果你對世繁複的名字 你看會貪補 你會不會做貪 因為你貪上嘛 那麼將來要記公平比較有 齁 齁 但是我們平常是 都將這個貪 跟賢 兩者 跟下做會 來 這個我給我們說明這個 這是肩子 還是貪 肩就是該削不削 不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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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這個意思是這樣 除非我們人外在這個人 人的應該是含天地 這樣 互相配合起來 叫做三宅 但是天是代表公平 那麼這個地是代表心量 所以我們人是站在 頂天立地人的 所以我們的心地一定要公平 和愛有心量 那麼在這個問題裡面 人要怎麼說 因為我們人有時候 合佈比較好 那麼我們的肩子 有些合佈比較壞 那麼如果我們的肩子 有些經濟上 比較不如意的人 我們看到之後 應該可以把錢 援和贊助 你就要做出來 但是如果你有機會可以做 你不肯做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堅 這樣剛才不可以配合 這個天地跟我們的政力 這樣呢 是百出三宅 將來啊 可能就有很多不平的事情 會發生 如果你今天這個 你就沒有贊助別人的意思 天地不良 把這個落在貧困 可能會很痛苦 你知道嗎 所以你堅持就是附帶 要改善不善 另外一個問題 有怎麼讓我們了解 譬如說今天這個 佛法 如果能夠發展公大 那麼當然這個世間法 就會變成一個政党 這個沒有道德就沒有道德嘛 但是這個佛法要推揚 雖然今天有出家的師傅 來推揚 但是這個三部的道德 裡面一定要有這個 在家的經濟資源 如果主委 就經濟上會好 應該順這個三部的道德 來建立個人未來的這個 出世的企業 但是如果有機會 不讓我們建立 你就不建立 那麼這個叫做建 如果它什麼叫做貪呢 這個貪就是社會呢 就是那個非義之財 共處 不正常的這個金錢 你多強取一下 這個叫做貪 因為這個東西 既然不是我們的 我們最後不要去工廠 不要去工廠 齁 我講一個更未報的 就是說我們主委住在公司 你們 公司有這個床比較拼 不是你的意想 你不要工廠回來 因為你工廠回來 定義你欠人 齁 尤其你在工廠 大了中 我們欠到一支樓 你應該怎麼跟老闆說一下 齁 不要抹一個賣名聲 尤其說呢 若是一個正人君主 他絕對不會去貪 不會去工廠 那個不改處的處 去工廠進去 所以這是貪 就是不改處二處 齁 這個叫做貪 但是不審 該審 不審 他不懂得做一個福音 這是自己將來 對賓宮報 不然就對賓宮報 不然就對賓宮報 更嚴重 在夢出的中 可能會對賓宮 所以就好 這是貪日 吳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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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教材中的痛苦 因為經濟有哪會含熱啊 主委 我告訴你一句話 現在在政策的物質 財產經濟的人 都看到 我有錢才能保養自己的兒子 有錢自己的兒子才會幸福 反正有錢 這是建立地區間 自己的後生 才沒兒子幸福 不一定 但是我告訴你 你不能看到兒子在找 沒有看到孫子在找 第二代看 哦 這樣大家歡喜喜 就有錢嘛 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嗎 當你死去之後 你的孫子變成這樣 所以現在 大家都很現實 看著眼睛前看得對 但是呢 建立未來通過很多 自為 貪是一種的水 有的氣管 也就是一種的根本無名 或是一種的根本性 因為貪如座 將來貪困如大 齁 所以我們要了解 人的貪主心 就是痛苦的境緣 就是經濟含禄的主因 所以呢 這次貪就是根本煩惱 齁 齁 來我們再了解 第二呢 叫做親 什麼叫做親 親就是親親和親偽 世間的人 如果有一個不如意的事 就這樣發脾氣 對不對 那個叫做親 如果有些事 不適合我的意思 背景我的意思 那就含憤 那就憤怒 有的就跳到 噗噗跳 啊 食安豬啊 冰鎚啊 噗 噗 噗 寫這樣 子養可以想看啊 這樣怎麼會是正常 但是我們在中 有人這樣 要不然是這樣 一定要改 因為這個問題 是作業的主因 齁 我們現在聽見的 復活之後 我們就知道 啊 原來世間一切事 總共有一個原因 如意幸福還是原因 不如意跟不幸 還是有原因就對了 齁 有福有福的原因 但是如果 萬行的事情都不順 主委 去請教人 齁 齁 啊 如果說 我是怎麼做都不順 有的是八戶一四人 有的家庭是亂一四人 主委 來稍微探討一下 沒關係 來自教師 稍微探討一下 兩句 怎麼沒關係 齁 看要怎麼來解決 當前的困窖 和當前這個夾中 但是如果我跟我們說一說 你就不肯說不想做 齁 因為這些作業有作業的主因 那麼要改修 行動 當然就一定要自己 拖拖去改修 這個叫做 下令和下令 齁 要下令 要下令人 齁 所以一切行動 是由自己做的 就是那個親行動 做出來的 你如果說事情不順 當然你一定要從 這個原因出來之後 你本身自己要經過 反省 這樣比較不會破大 不然 自己想起 反省去 想起 跟台詩人 就有了 所以你看到 像你一個報紙 一個孟夫 就對了 做人的公 在外面 做工作 那夜 看他們太太沒有肉 這樣而已 就問他們太太 看是怎麼可以 沒煮肉 他們太太說 今天就沒煮 沒出賣 這樣而已 不可以在庭 的桌子 不可以在庭 不可以在庭 下令人太太就 台詩 這跟前個月 台詩而已 我告訴你 這時代是十十個 夢夫 就對了 齁 那是從哪裡 就是從這個親行心 寫出來 所以你想想看 這樣一道 台詩人太太 這是不是 因為 無辜 親行心 來做到 無農 獄 現在太太 死去 他本身去 他本身去 看十年以上 那麼你想想 他才怕 怎麼 齁 這就是由親行心 造成的 惡獄 來 現在我們來了解 一個叫做 無痴 現在我們對這個無痴 來講 這個無痴 當然是叫做無痴 的意思 齁 所以痴 就是無痴 是怎麼叫做無痴 就是對世間的一切屬立 揮發到一個政治権 這樣 那麼這個無痴的對臺 叫做天才 對不對 齁 這有一個電影 叫做 天才與白痴嘛 那是這樣 這一個電影 差不多在七八年前的事 這是香港的病 但是到底眾生 有否認定天才的人 是真正的天才 還是白痴 齁 齁 這個我就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看我們注意的動感 那些 真聰明的人 都被叫做天才 但是好歹好歹的人 比較被叫做白痴 這樣就對了 齁 來 注意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齁 真聰明的人 到底是真正的天才 還是這個真聰明的人 是白痴咧 注意 聰明 翻比聰明 五 這應該一句話大家聽到 齁 齁 這以前一個文學 叫做聰明 翻比聰明 五 五比聰明 五一生 因為這個人 自人於天才 他是一個地色追尊 有地色追尊的人 但是注意我現在給我們說明一下 這個有地色追尊的人 人家 人家 很高級堅持的地色粉色 但是他既做的事 都陷害自己 為什麼 因為他起心動念 都在正處 正處地位 所以我現在給我們說一個佛法中的這個比告 因為有一個外道 這個就是佛羅文教 他說 他眉佛法 眉得很嚴重 佛法水在他眉 當他眉得燙的時候 他說 那這樣好啊 他說好啊 他說 我問你佛法中的那個佛羅文教 他說 如果 你如果有東西要送人 啊 人家不要收 你怎麼 他說我再拿著回來而已 他說好 他剛才說 你所謂還 我都沒有幫你接受 主委 記就好喔 你無論怎麼侮辱人 怎麼迷人 怎麼悔人 怎麼悔人 悔人 悔什麼人 主委 是 齁 我們就用這樣來想看看 那麼這個政治人物 我們就用歷史來講 我們不要說今天 今天強行得失到人 我們這個歷史上 如果要以三國時代來看 可以跟他講 這個人物呢 是造草 最天才 你知道嗎 就知道一個公民有什麼天才 因為造草一生中 他如果沒有天才 他在三國的中間 他不能 三國經營 他不能創造這個 唯國這邊 還有大家說 公民如果沒有天才 他不能幫助老鼻 來建立這個世俗 齁 齁 這兩個就是在三國時代 上街有名聲的這個老人 造草真天才 但是造草 他的造草名是說 這樣 連客五婦人 不客人父母 他要照顧別人 他絕對不會去照顧別人 給別人照顧別人 所以當初去走路的時候 你想說 連魯北車 他們這個老爺的朋友 他連魯北車 連魯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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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剛才穿著一刀摩這麼多 主委 我們現在來提醒 造草 造草的這個削業 造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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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设法叫做作这兵的针子都用铁盆拿起来 到尾呢 够不容易用到请南风来做作这些人 做作是白风的呢 来到南风这兵 它都种到72万兵 在这72万兵呢 在一丁 非修人关针之后 就像26个将军 主委 公民设计这套非修人关针 它是一个心 可不可以说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我们知道 因为它对液惊也很适合 知道什么时候要去东南风 所以它可以博拔 知道这个气象的变法 所以我们现在想看看 这72万兵的众生 难道公民不用负借英格吗 主委 公民是很聪明哦 这个世地变聪 要找一个像公民这种人 我给你说很难找 但是呢 资助低名 公民也低名 对不对 资助精进就脱回死了 公民到五十桶回也是死了 六出基山回来就死了 他要借七千桶回来说 看要能够回死了 不过五十桶回来 资助七千桶回来 这个就是资助保障 不能重业观嘛 所以我们现在想看看 如果公民不要粗粗毛楼呢 它会死到那样子 所以公民是天災还是白痴啦 主委 这样想起来就好了 所以今天资助主委 你要注意哦 你若是要所有的大事 都资助人的幸福 要坚立在白人的痛苦人啦 主委 这是你去找死路呢 去尽散呢 虽然说 白人修理设计 但是呢 这条罪课你不能没行啊 这条罪课你不能没队落三亩多人啦 所以这个呢 愚痴的人就是天灶作为啦 心底不公平 心高的做高的 做那个 还不应该做的事 这个叫做白痴啦 你知道吗 这个叫做痴 但是这些痴的行为 都在乔乔人在做的 对不对呢 大家想看看 看这样有利还是没利 如果没利 大家比较怕手 和我说一下 没得及 还没得及 还没得及 来 现在我们再来跟我们说这个 乌痴的两种问题啦 乌痴的两种问题 乌痴的两种问题 这个乌痴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什么 有两种问题 第一 叫做古生无名 所以这个国生都在乔乔 所以这个无名 有两种问题 这是无名 第一 这是什么呢 第一 就是分辨五名 這樣,這個我們有做一個碎名 什麼叫做古生母名? 注意我現在給我們碎名,因為我們這個人間世,這個人道 這個人道裡面,他的種式裡面所蒙白,這是第一 這個叫做仙天的古生母名 第二就是佛人有前因,譬如我們這個世間的人 有的事在地角到來 我們知道,有種是鬼到來 有種是畜生到來 當然有種是天人來的 天上的天人來的,這是真正 因為真代德所,天上的天人,或是佛佛心代德所,都很絕對樂 所以如果是在天上出來人間的,這比較有人意就得了 這個叫做什麼?這個叫做古生的 但是如果是在地角,已經沦迴很久了,爬起來到人間世 當然這個地角會濕起 地角會濕起 它怎麼還要隔掉呢? 這個地角濕起,這個叫做古生母名 但是這個地角濕起,它再出事後,它都做事情 不是要做煩惱的事情 做那個上海中生的這個書 所以它很多記者就去用冠,都做這個地角書 但是這個濕起,要讀得很困難 所以它在地角上起來到人間之後,它再做下去,做下去,它再死下去了 這樣 這個叫做古生母名 第二呢,就是有種是幾道來的 這個幾道來到這個世間,都很多幾家 所以這個世間,有很多人是幾家的多端 因為做到那些事情都要害怕人 害怕人 但是其實是要害怕的 因為它內心帶到這個什麼呢?帶到這個幾心在裡 幾心的實驗 所以當它生氣到人間之後,它近日做的事情就是都還不好 好意思 至於今天這個世間就是亂到這樣 萬人就直接 這樣讓你冷靜一下就知道了 齁 齁 來,還有一種是經濕特性來到人間的 這個經濕特性來到人間的 它難免做一些事情,會不會是去睡覺自己 齁 齁 它做的都是反案 腳練手練的那個 因為特性都有很多的,譬如說 六道啦,麵啦,牛啦 齁 齁 這很多啦,滴啦 都受寶嘛 這是特性道的書 但是當它這個特性道的輪迴主因 已經過去形狼的這個 因果 已經割補最佈料 它起來到人間所 所以它這十氣大條 再來世間也是做做那個昆迫自己的書 所以這些事情,它品做出來 這些叫做什麼? 古生無明 齁 那麼第二叫做分別無明 什麼叫做分別無明 就是說今生來到這個世間之後 對世間到大間 受到這個環境教育 齁 環境教育呢 當然就有一個人的一套理念出來 因為我們這個世間人 都有成績為主 譬如說你啊不接近就佛法 但是你接到什麼夢法 那麼當你接到什麼夢法 你建立什麼夢法 那麽今天有主來建交 那裏要跟你說那種的不對 可是呢 有的是突破的環 有的很難突破 對不對 因為你已經生夢法的環境 給你建立了 這樣不然怎麼有 這樣好破破破破 很難破 這是實在的事情 那為什麼才會這樣 齁 主委 這個在法義上叫做五件不接 我簡單說 比如一個主委 我們人是環境教育起來了 當然就是一種教育上的這個 又是機動 譬如說邊邊兩個小孩 一個他的老婆老母 是一個特色人 是一個五弟姓 會向教育小孩的這個人儀 就得到的是 當然是有這樣教育起來了 他這個小孩 當然在這個社會 他就不敢做白骸術 如果另外一個 的環境和建立起來 是跟土地相反的 當然他教育的 就變成這個不土地的態勢 我跟我們說一個 我的經過 給我們聽 我因為六十三年 有去這個火燒島 這個火燒島 從什麼呢 我去那兩年 三天的中間 我沉入到這裡 去跟他們這些人 建立一些教育 但是有時候 沒有說自己說 所以我在那裡 有看一個資料 這個資料 怎麼有呢 就是 這個火燒島 有三個感規 一個是行政感規 兩個感規 是這個 關於這個 台南幫會寨 那麼第一感規 第二感規 剛才有這個 裡面記錄兩個兄弟 一個關於第一感規 一個關於第二感規 但是他們這個小弟 是關於身體感規 一個大師 跟一個小妹 都在做酒家路 齁 那麼他這酒家路 是怎樣呢 這小妹的酒家路 是讓他們大師 才不會死的 這樣 另外一個小弟 是在做四股 這樣剛才四個兄弟 兩個 現在剛才六個 六個 就變成都已經有 五個犯罪了 齁 做到那種不好的事了 但是你不知道 他們老爸在做什麼 他們老爸在做什麼 他們老爸在開教堂 全門在變人 這個開教堂 這個叫做老千嘛 齁 那麼他們老母呢 是在開紀錄 齁 叫做老昌 至於一個老千 跟一個老昌的老母呢 當然要生就 夠了一些好的孩子 是不可能 嘛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當世的 其中什麼的呢 這個叫做 當世的分別無名 因為兩種的家庭 加起來 就兩種不同的這個個性 兩種不同的孩子嘛 所以我以上所說的 這個 就是七 七來的 跟分出一個 古生無名 跟當世無名 這樣 那麼 因為今天我們宗教 裡面有什麼害我們自己 如果建立了一個 什麽辦法 要用政法 去突破 有什麼困難 齁 這個宗教 現實的宗教 所加出來 他不接的這個 有什麼叫做 分別無名 齁 今天這個 就跟我們說到這裡 會一會 再跟我們分析 在這個 更根本煩惱裡面 這個萬 跟虞 跟這個億劍這樣 齁 齁 齁 祝福祉會發育聰明 福祉正中 米樂春齁 齁